有一个小沙米对人生境界不理解 他说 师父 你说人生境界越高 内心就越平静 精神就越崇高 灵魂就越高尚 人生就会获得美满的幸福 老方丈说 徒儿啊 你知道人生有三层楼吗 师父 人生有哪三层楼啊 师父告诉你 第一层楼是人间的物质生活 第二层是精神生活 第三层那才是灵魂的生活 具有第一个境界的人 他居住在物质的生活当中 具有第二境界的人 他生活在精神当中 具有第三境界的人 他生活在灵魂的境界当中 人生的三层楼 与人生的三个境界是相互对应的 你要知道你居住在几层楼吗 小和尚 说师父 师父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深处何种环境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我的心要住在哪一层楼 老方丈说 孩儿啊 这就是你迷茫的 不开悟的根源啊 只有明智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你现在在哪里 求索人生 你才能完善自己 你才能成就人生 对人间一切的欲望 不要用眼睛看得太真了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就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真实了 想一想 佛法中的贪称痴的称字 那就是一个木字 一个真字 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把眼睛看这个世界 一切以为是真实的 你才会产生恨意啊 婆菩萨 为什么眼睛都是七分闭三分开呀 因为菩萨到人间 他看人间 一切都是假的空的 而真正的我们的生活是在天上 所以需要大家懂得用眼睛不能看得太真 因为百年之后一切都不属于你的 人间的书和银 用佛法界看起来不就是一个字眼吗 真正能够在人间银和书的也就是一个观念 实际上人生 你把自己定位成人 别人就把你当人看 你做的都是人的事情 别人说你是个人 你天天做的好人的事情 别人把你说成是一个好人 你今天天天的暴打别人 贪欲 烦躁 见东西就要抢 见东西就要要 你向动物的本性打出来 别人就会骂你是个猝士 在人间争抢 别人就把你当动物看 你整天在背后 因别人 山风点火 残害别人的良心 你点鬼火 别人就会把你当成鬼看 学博人心地无私 天地宽 慈悲包容别人 学博 学菩萨就是要去度化众生 别人会把你当成菩萨 人的自我境界一定要脱离人间的欲望 因为欲望会使你走下坡路 所以下坡路是最容易走的 而我们今天是走上坡路 虽然我们学博人也有痛苦 但是学博人的痛苦 那是暂时的 而不学博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谢谢大家